一位酒精商场的创业老司机关注我 每天分享一点财富干货 让你的人生少走万路 舒本华说生命是一团浴火 欲望不能满足变痛苦 满足了变无聊 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 那生活当中我们为了一个欲望实现不了 从而痛苦着 为了生活的不如意又痛苦着 处在人生的低谷更痛苦着 但是一旦让我们满足了愿望实现了目标 快乐也只是昙花一现 随之而来的又是无聊 以及为下一个欲望而产生的新痛苦 所以说人生的常态就是痛苦 舒适则是一种非常态 只有痛苦才能够让我们得到成长和进步 听完下面我所讲的会改变你的认知 第一痛苦可以逼迫自己去改变 奥斯托洛夫斯基说 人的生命似洪水在奔流 不遇到岛屿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 人世间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在痛苦之中诞生的 当我们身在痛苦时 我们就会想方设法去改变现状 摆脱现有的环境 从而让自己更舒适一点 进而产生美好的一面 穷则思变就是这个道理 一旦我们贫穷时 我们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改变贫穷 从痛苦到舒适是大自然的发展规律 万物众生都是顺从这个规律 而从舒适到痛苦呢 则是反规律 一切事物的毁灭都是遵循着这种发展规律 古人云 生与幽患 死与安乐 顺境往往会迷失一个人 而立即呢 往往会激发一个人 所以当我们身在痛苦时 我们应该感到高兴 因为我们正在发生着改变 第二 痛苦可以让自己更加的强大 泰格尔说 上天完全是为了坚强我们的意志 才在我们的路上啊 设下了重重的障碍 不经历过风雨 我们见不到彩虹 不经历过九九八十一烂 我们取不到真金 只有痛苦才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强大 那如果一个人一生顺顺利利 没有痛苦 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痛苦 因为在顺境中呆惯了 很容易产生玻璃心 少有不顺就会要死要活 那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 就是狼吃羊的游戏 如果你不够强大 那最后只能是被别人吃掉 所以呢 我们应该感谢我们所遇到的痛苦 没有这些痛苦的魔力 我们将成为别人口中的羔羊 第三 痛苦可以逼迫着自己去前行 贝多芬说 苦难是人生的导师 通过苦难走向了快乐 我们为什么要赚钱 因为饿肚子会让自己很痛苦 如果一个人不需要吃饭 我们还需要工作吗 我相信99%的人会选择不工作 所以说只有痛苦才会让我们有前进的动力 我们今天所有的成就都是源自于昨天的痛苦 因为别人曾经对你的鄙视才让你有了今天努力的成果 因为别人曾经冷漠的心态才让你有了今天奋斗的目标 因为曾经的贫穷和苦难才让自己有了不停息的步伐 我们的人生90%的时间都是痛苦着 只有10%的时间是在享受痛苦过后带来的快乐 所以我们要换个角度看问题 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如果没有这些痛苦作为基石 我们会连1%的快乐都没有 舒本华所说的 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的 舒适则是一种非常态 一旦我们感觉到自己舒适了 我们就要学会让自己再痛苦一点 不然舒适过后就是灭亡 人类的进化如此 追求财富的规律也是如此 试问一下自己 自己今天的痛苦 是不是因为昨天自己太舒适了呢 你觉得人生的本质就是痛苦 舒适则是一种非常态 这句话说的有道理吗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那今天就非常